格林多后书第七章 所以,亲爱的,我们既有这些恩许,就当竭尽自己,除去肉体和心灵上的一切玷污,以敬畏天主之情来成就圣德。 容纳我们吧,我们并没有侵犯过谁,没有败坏过谁,也没有占过谁的便宜。 我说这话并不是为定你们的罪,因为我以前曾说过,你们藏在我们心中,甚至于同死同生。 我对你们大可放心,我为了你们也很可夸耀,我充满了安慰,在我们各样的苦难中,我格外充满喜乐,因为自从我们到了马其顿,我们的肉身没有得到一点安宁,反而处处遭难,外有争斗,内有恐惧。 但那安慰谦卑人的天主,以帝夺的来临,安慰了我们,不但以祂的来临,而且也以祂由你们所得的安慰,安慰了我们。 因为祂把你们的怯望,你们的悲痛,你们对我的热忱,都给我们报告了,这令我更加喜欢。 虽然我曾以那封信使你们忧苦了,我并不后悔,纵然我曾经后悔过,因为我看见那封信实在使你们忧苦了,虽然只是一时。 如今我却喜欢,并不是因为你们忧苦了,而是因为你们忧苦,以至于悔改,因为你们是按照天主的圣意而忧苦的,所以没有由我们受到什么损害。 因为按照天主的圣意而来的忧苦,能产生再不反悔的悔改,以至于得救,世间的忧苦却产生死亡。 且看,这种按照天主圣意而来的忧苦,在你们中产生了多大的热情,甚而变白,而愤慨,而恐惧,而怯望,而热忱,而谴责。 在各方面,你们表明自己对那事件是无罪的。 因此,虽然我从前给你们写了信,却不是为了那侵犯人的,也不是为了那受侵犯的,而是为要把你们对我们的热情在天主面前表彰出来。 为此,为此我们得到了安慰。 在我们受安慰之外,我们尤其因帝夺的喜乐而更加喜乐,因为他的心神由你们众人得到宽慰。 因为我如果对帝夺夺夺夺,我也不至于羞愧,因为我向他夸夺你们的话成了真的,正如我们对你们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一样。 并且他一想起你们众人的服从 怎样以敬畏和战力的心情来接待他 他的心肠就越发倾向你们 我真喜欢 因为我对你们在各方面都可以放心了